我再去抽些招皮的时候 可以招皮 先招皮 这个呢 什么 我这个饭啊 我这个饭刚才吃的是一个 是没了 双辣鸡杂 我本来要拍Vlog的 但是我吃完我才想起来 很抱歉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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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的Vlog 又开始了 然后早上拍 因为我觉得 早上总是就是坐地铁过来 然后也没什么好拍的 经常就直接在办公室开始吧 然后今天也有可能也不出去了 因为刚才吃过中午饭 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这幅画吧 你在我Vlog里可能都看到了吧 这幅画呢 是 一位徐姓艺术家 是我们 CEO的朋友 创作的 也是一名资深的广告人 然后他在不做广告以后 他就去做艺术家了 这个材质是 方法是撕影版画 然后一共有99幅 可以看见 这是第30幅 这是他的编号 然后这个作品是最新的作品 是2017年了 对 所以这有签名 有他的姓名的全篇和签名 今天是周五 所以要把电脑带回家 来关机 来关机的电脑 关机 然后刚才打算把电脑装包里边 然后我发现可以讲一下我日常我的包里都会装一些什么东西 日常的话肯定就没有电脑了 电脑就是周末才带回去 平时就放在公司 这样比较方便嘛 毕竟笔记本太重了 平时我的包里边会装什么呢 就是这几个东西 这个耳机一般都是不会装的 因为我会戴在身上 要么卡在脖子上 然后是一本书 对 最近在看的一本书 这个书 我之前Vlog也有介绍过 然后还有这个就很重要了 Kindle 对 Kindle 有的时候用来看英文书这样 然后一个手套 有的时候会提膜拜 所以需要戴手套 还有钱包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Juby的一个手机 八爪鱼 这也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拍Vlog在外边 我就用这个东西 其实每一期Vlog都有一个主题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每一期都有一个主题 挺无聊的 其实Vlog不就是记录生活吗 生活哪有主题呢 生活的主题可能就是开心吧 但是呢 作为一个21天的串业日子Vlog呢 又不得不提一个主题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谈谈什么的 什么是最好的投资好不好 你肯定对投资很感兴趣吧 那你觉得什么才是最好的投资呢 说到投资的话 我猜你肯定会说买股票 对不对 但是事实可能 不太对 因为除了买股票之外 你可能还会说什么基金啊 什么理财啊 各种这些金融产品是吧 但其实这些金融产品 都不是最好的投资 那如何判断一个投资 是不是最好的投资呢 其实无非就是 算它的复合年化收益率了 那不知道什么是复合年化收益率的 请自心摆动 那假如说复合年化收益率是10%的话 那就很不错啦 因为像巴菲特这种股票之神 它的复合年化收益率大概在20% 好 那什么比这个更高呢 其实很简单啦 就是投资自己嘛 你想想看 比如说 你投资自己啊 比如你开始实习的时候 一个月800块钱 然后呢 你报了一个班 或者今年你非常的努力在学习 然后你拥有了一项新的技能 然后利用这项技能 你找到了一个4000块钱的工作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5840就翻了5倍嘛 等于年化收益是多少呢 就是500% 我靠 是不是比巴菲特要厉害多了 那当然我说的可能比较简单 也比较粗暴 那事实上就是 嗯 什么是最好的投资呢 真的就是投资自己 那所以 呃 个人的成长就非常重要啦 平时就要多看书 然后多学习啊 然后和大家多多交流 沟通 反正就是不要欢度每一天就对了 好了好了啊 那也今天的Vlog也差不多就到这吧 就结束了 因为今天哈哈又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行吧 就这样吧 今天是我21天 创业日志的第12天 早说你喜欢我的Vlog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我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见我最新的Vlog了 拜拜 拜拜